我们来讨论下9.1跟9.2的这个练习题 首先我们的9.1 配对题 这个应该是有一个图的 我来看一下那个图是怎样的 所以他有告诉你说一个是外部的大气 然后一个是内部的 所以ABC来讲应该是核反应区 辐射区还有对流区 所以他先问对流区应该是C 辐射区应该是B 然后核反应区应该是A 过后光球热免跟射球应该是最内层 就是D是光球 E是射球 然后F是热免对吧 所以光球是D 射球是E 然后热免是F OK 所以之后他会问你温度最高 温度最高 如果我只是看ABC的温度最高 当然是A嘛 OK这里我会跟你讲说ABC而已 因为你DEF温度最高就不一样去了 所以为什么还有人去劝D 这是 DEF的温度最高应该是F 也不是D 对吗 那就是最内层 如果是内部结构的话 内部结构的话 是最内层那一个是温度最高 然后亮度最高来讲 是结构D 结构D OK 结构D是什么 光球亮度最高 过后呢 那只有日食的时候呢 才能够看到的应该是日 我 呃 他们很喜欢给的答案是日免 啊 虽然课本上其实只有讲到 射球其实也是要日食的时候才看到 啊 然后 呃 日免其实也是 OK 所以这两层呢 都是要等到日食的时候 日食 还有用其他的 呃 仪器啊 才能够看到的 对吧 所以这两层我都给对了 啊 这两层我都给对 OK 大概是这样子